之前有许多小伙伴跟我说本地AI聊天效果虽然挺好 奈何自己的显卡太过老旧难以流畅运行 为了大家能体验到无限制AI角色扮演的乐趣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个无需显卡 就能和去掉思想刚硬的AI们角色扮演对话的方法 甚至还支持体验70B参数的大模型 要知道用4090也才能勉强带动33B的量化版模型 用这种方式的话 四手五入相当于白嫖两块半4090显卡 实现流程大体分三个步骤 下面让我带你逐一了解 步骤一 下载安装Silly Tavern Silly Tavern是一款热门的AI角色扮演开源软件 以精美的界面和极其丰富的扩展性 一直在业内拥有很高的人气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主页上还有专门的中文说明 包含下载安装流程以及移动端的使用方法等 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将Silly Tavern安装到我们的PC上 首先点击下载Node.js软件 推荐下载左边的LTS版本 下载后按软件只是一步步安装即可 接着下载Silly Tavern软件本体 点击Releases进入下载页 然后我们选择上面的这个Source Code Zip进行下载 下载后将Zip文件解压到本地 注意路径上千万不要有空格 中文或其他特殊符号 最后在文件夹中运行Start Bat程序即可启动Silly Tavern 但仅仅有Silly Tavern是不够的 拿汽车打个比方 ST这个界面软件相当于车的外壳 而想让汽车跑起来光有漂亮的外壳是不行的 还需要安装一台发动机 这台发动机可以是GPT Cloud 可以是本地AI模型 也可以是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分布共享式AI 步骤二 获取AI HARD的API AI HARD是一个知名的AI共享组织 官方定义是一个AI模型的大规模重包分布式推理集群 可支持图像和文本生成 它能让没有强大GPU的人也可以 依靠社区提供的闲置资源来使用Stable Diffusion或大型语言模型 通俗的讲就是你可以免费借用其他人闲时的显卡算力来运行AI 同时也鼓励你将自己的闲时算力贡献给社区里的其他人使用 体现一个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的共享理念 下面我们来看看如何获取AI HARD的API 这里可以选择使用谷歌邮箱或者Discord注册AI HARD来获取API 或者直接填一个用户名来获取 不过这样无法进行找回和维护 这里为了方便演示 我直接填一个用户名 然后点击Submit 稍等几秒后 API就出现了 我们将其复制保存下来 步骤三 在ST上填入API 我们回到刚才打开的SillyTaren 在顶部选择API连接页面 在API下面的下拉菜单里选择Cobalt AI HARD 如果你今后使用本地AI模型 那可以选择TextGenWebUI 使用GPT或Code等在线模型的话 就选择最后一个 接下来将我们刚才得到的API填入 API密要栏 最后选择要使用的AI模型 这里可以进行多选 我随便选了几个口碑不错的 也包括了70币的模型 当然这里建议各个模型都亲自尝试一下 最后选择风格和效果是自己喜欢的那款 如果个别的模型节点比较忙 就可以多选 哪个AI连接效果好 哪个输出 这么一说 好像有那么点随机翻牌子的味道了 其他设置 为了实现更好的聊天效果 我们可以对SillyTaren进行各类功能和参数设置 首先设置语言翻译 点击顶端扩展页签 按照如图所示进行设置 注意使用谷歌翻译功能 要求科学上网工具 必须十分稳定 你还可以用SD在对话中 生成与当前聊天内容相符的图片 这里选择Hord或者本地的SD Web UI 作为输出源都可以 详细设置不在这里赘述 生成方法是点击对话右上角画笔按钮 确认提示词后生成即可 使用共享节点生成图片 有时可能会有些慢 有条件可以使用本机运行SD 生成会快一些 切换角色在顶端单击角色管理页签 系统预制了三个基础角色 建议大家下载自定义角色 或者自己制作角色 方法建我教学合集视频的第四期 然后是调参界面 较新的本地模型上下文长度 建议设置为4096 使用GPT或Cloud的话可以再扩大 响应长度可以根据需求增加 但增加到512以上 貌似有的模型会爆错 其余高阶参数调整建议 可以看我合集内第五期 AI调参教学视频 另外ST还支持了情绪识别 AI群聊 世界背景设定 TTS和RVC语音等等先进功能 等待大家在使用中逐渐挖掘 最后 我要说的是免费使用共享社区 AI也不是完美无缺 就比如回复时间会有波动 从我自身目前的使用情况看 一般一段话的回复时间 依据长度不同 会在10到30秒之间波动 有时节点拥挤 甚至会花费更长时间 这与高端显卡 稳定2到30字每秒的速度 还存在一定差距 当然 如果你觉得这样的速度 可以接受 毕竟现实里 女朋友回消息 也未必有它快 那下期 我准备介绍一类 可以使用CPU和内存 来推理的AI模型 在牺牲了一些 推理速度的前提下 让你越级使用 更智慧的大参数模型 毕竟24G的显存 依旧少见 但是32G的内存 却可以说是相对主流 况且增加内存 与显存的成本 可是差别巨大 好了 感兴趣的话 就留言和关注走起吧 我们下期再见